其實我在雲端上面有放參考答案 那有些部分如果沒講到請各位就自行參考答案去做練習 那實際上我們方法一我這邊是方法一 先做切割然後在上面再加一個回圈 那方法二的話呢是怎麼樣 就是先用魚求魚數之後的話 再用那個儲儲怎麼樣儲儲去把那個就是後面的這個這個數字給去除掉了 那不過這個地方的話呢比較特別就是說這邊有多一行 這一行的話就是什麼我input之後的話 我要先把什麼呢把這個lumber這個變數呢 再丟先丟到一個lumber1裡面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今天沒有把它先暫存起來的話 那底下因為會牽涉到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lumber因為在這邊會有個計算 那計算的話呢它後面計算結果怎麼樣 它就會把它丟到lumber裡面 也就是這個變數呢後面會改變 本來是9876對不對 然後如果跑第一次變9876 然後再987 989然後就變0了 因為為什麼因為底下後面的話 有多一個運算值叫除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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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之後呢 不要餘數就求整數部分 OK有沒有 上面這個地方的話呢實際上就是累加了 因為是除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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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意思就是從後面一直把它往前加完之後的結果 所以要用這個方法做出來的結果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我後來有問過之前上課同學說 兩個方法哪個比較簡單 應該是第一個方法吧 所以也就是說這邊當然不用因人而異 或許還是有人會覺得第二種方法簡單 當然以後如果說你覺得哪一個方法你就記哪個方法就好了 當然如果可以的話兩個方法都記 如果實在不行 兩個方法如果都記會超過你的腦容量記憶體的話 那也許你就記一種就好了 暫時先不要記那麼多 否則的話記太多反而會增加你的負擔 你就先記一種就好了 千萬不要貪心 以為你兩個都可以 這個可以cover的很好 但最後其實是不行的 OK 所以盡量就單一個就好了 OK 好就先記一個就好了 OK 那310的話因為其實也差不多 所以這310也許請各位就是練習看看 那這邊比較會有特別的部分就是 我們要開根號對不對 那開根號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python裡面喔 其實就是用這個啦 mass.sqrt的這個函數 那這個函數的話就開根號 另外要不然如果你不用這個 function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什麼 乘乘0.5 有沒有可不可以啊 也可以算數平方根 OK 乘乘0.5 如果你不想多 import的話 另外的話其實你只要什麼 把這個上面的公式有沒有 按照什麼 1 有沒有 1除以 1加上有沒有 這個啊 OK 那實際上 1開根號還是1啦 所以這邊其實就是把它順便帶一個1加 就是一樣嘛 就是開根號之後的結果 那就是 i 減掉1 那這邊是i i 有沒有 那所以呢我們是從2開始 有沒有 2帶過來的話那就2 那減1的話這邊就1了有沒有 所以一直跑 跑到n為止 最後把結果輸出 它要取到小數點的第四位 所以我們就是 冒號點4a 輸出 那這一題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310 稍微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請各位試著把它完成 那待會的話呢我們要繼續看那個 第 第幾個 第四類的 OK 所以第四類部分的話呢 那它要我們做的 402的話 就是不定數 不定喔 所以不定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你就要想到用壞圈圈 有沒有 因為不知道有多少個 回圈最小值 那這個部分喔 其實 你可以 看一下這個底下的說明 其實這個底下的說明是 它就是喔 我們直接看輸入範例好了 就是輸入這麼多東西之後 請你幫我找到裡面哪一個最小 欸 輸入之後哪一個最小 那當然呢 如果以我們之前的做法喔 其實直覺啦 我會想到說 輸入哪一個最小 那有點像 那我們如果可以 好幾個方法喔 其實我第一個想到是說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東西 放在一個清單 一個list裡面 然後呢 再 用這個list 外面包一個函數叫mini 有沒有 那就可以把最小值給抓出來了 所以喔 你可以怎麼做呢 只要輸入一個 然後呢 就把它append到那個 有沒有 所以先一個list1 等於中瓜5 然後後面的話就是每輸入一次 我就把這個值 丟append append到這個list1裡面去 然後最後的話呢 再print什麼 mini 有沒有 list1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不過這是我想出來的 那也就是說喔 我們 我這邊有 來看一下 基本上 也是有兩個解法 所以不定數喔 我剛剛講的是方法2啦 有沒有 寫法在這裡 方法2的寫法喔 就是我剛剛講的 如果我今天喔 有沒有 第一個先建一個list 空的 然後呢 畫一帽號 不定數嘛 當我怎麼樣 input 有沒有 input一個值 一定要把它轉換成一個整數 如果當它等於999 就break 所以這個 畫一帽號一定要有一個break的位置 就是999 那不是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 把這個值給放到這個list裡面去 所以 再抓出最小的那一個 就是mini 所以這邊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喔 我們把那個 這邊一串的東西啦 那為了說 輸入便利喔 我就把這邊的 這些值喔 其實可以這樣喔 當然考試的時候沒辦法複製 但是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電子檔喔 所以可以把它Ctrl C 一下 理論上你要什麼 自己要輸入喔 input input 直接在這邊先輸入 29Enter 然後一把Enter一直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 Enter的話呢 請你幫我抓出最小的 有沒有 -388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是 我放在雲端的方法二啦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方法 當然會需要用到串列 可是呢 如果你不用到串列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比較的方式 那怎麼比較喔 其實我這邊有方法一啦 這個方法呢 就不是用串列 而是什麼 有點像之前那個 算成績裡面最高分那個 留下來 所以怎麼樣 我如果要留下最小的 那我就把 預設值mini等於0 畫我Email號一樣輸入 這邊一樣是停下來 當它輸入之後我就做什麼 如果它不是 如果是 等於0 等於999的話呢 那也不累了 如果不是的話呢 那我就怎麼樣 把輸入的值跟mini做個比較 也就是如果mini大於A的話 那就什麼 把那個mini的留 就是比較小的那個留下來 知道輸出 不過 這個是不是有個問題啊 如果說它這個值喔 假如輸入的值呢 通通都是大於0的話 有沒有 比如說 輸入的這一串東西啊 裡面沒有負數的話 那mini變0了 可是裡面沒有0啊 有沒有 所以當然這種寫法會有bug啦 可是方法一喔 這個我記得好像也可以啊 這個 如果你這樣考試的時候 寫這樣 丟出去 因為它的那個demo裡面 是有負值啦 所以是不會出錯 只是說我一直在compute說 那如果它裡面 剛好輸入裡面沒有負的 那不是輸入mini變0 那mini本來沒有這個0 怎麼會跳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用list 就不會這個問題 因為list的話呢 它是比較所有裡面的最小值 OK喔 所以這兩個方法請各位試試看啊 看你習慣用哪一種方法寫啊 你就用哪個方法去做 那我是比較推薦啊 你用方法2 OK 試一下喔 那40 2的部分 待會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 404 404的話呢 叫什麼 數字反轉判斷 反轉 顧名思義啦 所以你輸入像剛剛 你可以練像剛剛 其實這一題蠻像308的 怎麼說呢 就是 有點像你輸入什麼 98765 你把它顛倒過來變 56789 那可是要怎麼做 這部分的話 可以想轉看 反過來 那當然一樣啊 就是把它當 文字 對文字好像真的還是比較 當然這一個部分呢也可以用 那個 球魚數啦 也用計算的方法 可是我發現喔 好像似乎把它當文字看待 會比較簡單 而且好像比較直覺吧 OK 所以有的時候喔 怎麼樣解決 某些問題喔 真的不同的人寫出來 結果真的就大不同 像我們之前那個 分割 分割的部分啊 也是會有人 想到的就是把它當 文字來切割 有的人就是用計算 可不可以啊 結果對就OK啦 只是說每個人習慣的想法不同啊 然後會有不同的寫法 那當然前提就是啊 千萬不要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一定要想一個自己覺得 寫出來的那個程式喔 自己看的都覺得很能夠相容性很好的 那是最好的 你要寫一個相容性很差的 寫完之後連自己都看不懂的程式 那當然喔 那最後你要debug也是一個大問題 最怕是說你直接拿網路上人家的層次拿下來 然後都不太改 也用別人邏輯 最後你根本也不知道說錯的話也不知道錯哪裡喔 那這邊請各位試試看喔 402喔